现在真的把生死这个真相搞清楚 人死了之后他就换个身体 这个身体老了摔了坏了不好使用了 换个身体 正如同我们穿衣服 衣服穿旧了破了不能再穿了 脱下来换一件新 我们现在这个区壳就像一件衣服一样 所以人有过去世有未来世 一世一世就像换衣服一样 换一次衣服就是一世了 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信 那佛信在哪里 佛信就藏在你的意识心里头 这个意思就是阿赖耶什 所以阿赖耶什 我一世学家讲 正忘和和 真的呢 他里面含藏着如来 就是你的真如本性 忘的呢 他含藏你的习气 无量借来啊 那些善恶习气也藏在那里 他是个大仓库 这仓库里有真的有假的 那么你要是用假的 你真的忘掉用假的 那你就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这把六道轮回的根说出来了 那凡阿赖为什么能成佛呢 把成佛的根本也说出来了 你阿赖耶什里头有真的 有真如本性 藏在那里 如来藏时 大乘佛法里也称他做香海 也称他做发性海 他到底在哪里呢 你找不到 那眼睛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阿南尊者 问他现在哪里 他讲了七个地方 世尊都把他否定了 阿南很聪明 换我 我们哪里说得出七个地方 我们都以为 心在哪里 哦 现在我们身体 我们摸这个地方 这是心脏 这是我们身体器官里头的一个器官 这不是心 佛性烦恼吸气 不是藏在这里 藏在这个地方 你看看现在外扩手术 有换心的 那不把你的佛性烦恼吸气都换掉了吗 现在也有一些聪明人 心不是这个 心是什么 心是脑 其实也不是脑 心不是物质 所以不是物质 他也不离开物质 物质是他的项分 这个为时 读为时经论的同学都知道 阿赖也是有四分 有进分 有项分 有自证分 有政治证分 他虽然没有 不是不是这个物质 他能够变现出物质 所以虚空发界 插头众生 是他变现的 他能现 能变 这个物质的世界 精神的世界 精神的世界 都是他 属变 所现 能说是一 又不是二 很难体会 很难懂 难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它是同意 我们的思想 总是对立 能现 所现 一定是两个 不晓得 能现 所现 它是一 所以 欧阳静吾 先生讲 佛法 不是这学 为什么不是这学 这学都是对立 能所对立 佛法 虽然讲能所 能所是统一 这个跟这学 不一样 不是一个说法 能所对立 我们容易理解 容易体会 能所统一 我们很难懂 他到底在哪里呢 他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并须空发觉 我们六根 能够借出外面境界 全是 持 其作用 我们也能见 见到这山和大地 如果我们的 见性 要不变山和大地 你怎么会看见 我们借着望远镜 能够看到 豪瀚无尽的太空 如果我们的 这个石 要不变虚空发界 我们怎么能见到 无尽的太空 所以 阿南尊人 错在那里 错在他的执着 局限在一处 行 在内 在外 在中间 这个 错了 如果他不屑 不局限于一处 立 妄想分别执着 你说在内 行 在外 也行 在中间 也行 怎么说 都对 但是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怎么说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你误 误了什么都对 你误了怎么都不对 甚烦就是迷雾 因念之间 因念专迷为物 这个人就超凡 成神了 阿 林 尽 佛 阿 晏 佛 阿 仪 佛 阿 仪 佛 4